上礼拜我们动手自己写了一个很小的剖析器 可以剖析数学因算式 这礼拜我们先把编译器的所有内容先讲完 讲完之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完整的编译器做完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编译器的课程内容 等一下讲完之后再回到始作 编译器就是用来把程式语言编译成机器码的程式 编译器其实有点复杂 所以它牵涉到的东西主要是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语法的剖析程式 但是其中还会牵涉到像中间麻产生组合原产生和最佳化 这每一个主题都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在讲完理论之后 我们会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延续上礼拜的剖析器来继续做语意分析中间麻产生和组合原产生的部分 最佳化的部分我们不做 因为最佳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不做的话程式跑的比较慢 编译器是把高阶语言转换成组合原或机器码 那你看了就会发现说这个有点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把一个高阶语言像for、while、if那些东西转换成机器码 机器码是一个组合原的这种东西 那你怎么把这个转换成这个 这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课本里面我们用一个完整的小型编译器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先设计一个语言 我们不可能用c语言 因为c语言太庞大了 我们设计完那个编译器的话 恐怕就会至少几万行跑不掉 所以我们用一个小型的语言 即使是这样 这个小型的语言的编译器 恐怕也已经到了一两千行的层次 好 那OK 这是一个这个语言的程式 那c0 c0就代表c语言的最简单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看起来像c语言 但是它跟c语言有一点不同 对不对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它没有形态 因为这个语言里面只能有整数 所以它没有形态 OK 全部的形态 全部的变数都是整数形态 那第二个就是它不用宣告 那其他的呢就非常像c语言 那这个c0语言 好 那我们所定义出来的这一个语言的语法 像这个样子 第一个 program 就是整个程式 是一串的 是一个base list 那base list base list是什么呢? base list是0个以上的base ok 0个以上的base 那也就是说它至少要有 就是你可以空空的整个档案都是空的 也是符合这个语言 只是它这样采生不出任何东西 好 那接下来base呢可能是for 或者是一个陈述 statement 那for呢就会符合for回圈的语法 它基本上语法跟c语言很像 只是没有宣告 好 所以就是for 括号statement 分号 condition 条件 再来分号statement 再来block block就是那个区块 那statement呢可能是return 转回可能是一个指定 ID等ESP 或可能是ID 加加或减减 那block又可能是 block会是一个大括号里面 刮着一个base list 那base list 请记得它是base start 好 那 ESP呢就像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那样 它可能是一个item 加减乘除item 那condition 那condition呢就是 条件 条件就是判断 什么i小于死 那种东西 if i等于1 之类的那种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条件判断就是一个运算式 是不是等于 或不等于 或小于 或大于 或某个ESP 这样 那item呢就是可能是一个ID ID就变数名称 那或者是数字 number 变数名称或数字 那id呢就是英文字母起头 或者是底线 那 之后呢就跟着一堆英文字母 或者数字 或者数字或底线 那 number呢就是0到9 的 的字串 ok 0到9的字串 好 那这样我们就定义完整个C0语言的语法 那这个程式基本上就符合刚刚的那一串语法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base 这个for又是一个base 这个return又是个base 所以这个程式呢总共有三个base 那这个呢大括号是block block里面又有一个base list 那以目前这一个就只有一个base 好 好 那编译器会有六大阶段 那有时候我们会讲三大阶段 有时候讲六大阶段 那看你怎么去把把那个详细的程度猜出来 那第一阶段是词汇扫描 词汇扫描通常叫scan或者是lex co-analysis 它是把整个程式分成一个一个的基本词汇 那各位如果还记得上礼拜我们的程式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没有词汇扫描这个阶段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词汇都是一个字圆 所以不需要词汇扫描 因为一个字圆就是一个词汇 但是呢一般的程式员不可能这样 你不可能只规定它可以用a到z这个26个变数名称而已 你也不可能说它的数字不可以超过9 所以那样的程式员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只是范例而已 但是你真正要做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词汇抽出来 比如说什么样是一个数字 什么样是一个变数名称 什么样是关键字 这些要能够抽出来 这个叫词汇扫描 那接下来呢 语法剖析就是上礼拜我们做的那个 递回下降法的那个工作 那那个就是按照某个语法 递回下降去把它建出语法术 那个叫做语法剖析 那再来语意分析就是 通常对于强形态的语言 我们会为语法术加注节点的形态 然后检查形态是否相容 接下来输出语意数 那形态如果不相容的话 在编译的时候应该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个语意分析的目的 其实通常是在做错误检查 那如果检查没错的话 就可以做中间码产生 那产生出来的中间码 其实就很像组合语言了 但是它跟电脑真正的组合语言 这样子的话 未来如果你换一个平台 换一个CPU 换一个CPU 那你只要把这一段之后改掉 中间码之前都不用动 OK 那这是它的好处 那最后再做最佳化的动作 那最佳化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暂存器的配置 那之后我们给范例你会发现说 有最佳化过的版本 跟没有最佳化过的版本 它的差异很大 那这些最佳化的动作 可以让你的指令数量 有时候可以减少很多 那最后是组合语言产生 就是把或者是机器语言产生 那以目前比较常见是产生组合语言 然后呢 有时候它会自动再用一个呼叫 另外一个程式把它转成机器语言 像GCC就这样子 它会呼叫AS GGNU的主意器 再去产生组合语言 机器语言 好 那这六大阶段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表示 第一个高阶语言呢 我们经过扫描器 会变成一个一个的词汇串列 那像这个词汇串列里面 它会有两个成对的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词汇是什么 第二个是这个词汇的形态 所以上是这个词汇 ID是它的形态 ID就代表变数名称 OK 那等于呢 它的形态就是等于 OK 上呢 它的形态又是ID 加的形态就是加 I这个形态又是ID OK 所以它变成ID等于ID加ID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在剖析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好比对说 我只要下一个是ID 我就做什么事 OK 那这个词汇串列建立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输入到我们的剖析器 输入到剖析器之后呢 剖析器就照上礼拜那种 像譬如说地回下降的方式 来剖析 那剖析完之后呢 它会建立一个语法术 但是有些大部分的编译器 其实不建立语法术了 它马上就直接产生中解码了 那除非是有一些编译器呢 它会来来回回的话 那它就可能会先建立一个语法术 或语义术 那不一定 那语法术和语义术通常会是同一棵 那有时候会不同棵 那目前比较倾向于是 通常会建出语义术 但是不会建出语法术 好 那有了语法术语义术之后呢 再经过进去中肩麻 产生程式里面 然后它出来的输出 就会是一段中间码 像这一个程式呢 语法术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它出来的中间码就只有这两条 OK 为什么你看上等于上加I嘛 所以呢 它转成中间码之后呢 就先把先把呢 上和I加起来放到T0这个变数里面 好 那再把那个T0这个变数指定给上 好就结束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中间码 好 那中间码呢 再把它输入到组合语言产生 然后最后呢 变成组合语言 那可能它就只有一段 那你会发现说 那I和上跑到哪里去了 I和上已经载入到R1和R2了 所以呢 它产生出来的组合语言 对这一个指定而言可能就只有一行 那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是 它两个已经载入到对应的暂存期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产生出来就有五六行 OK 好 那词位扫描阶段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第一阶段 词位扫描 就是扫描器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呢 那就将程式切割成一个一个的词汇 像这个 那就变成这样 一个词汇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 那词汇里 词汇的结构呢 有包含词汇本身和词汇的形态 这两个是必要的 好 那比如说像 啊 这一个范例好了 printf 这个%d30 那第一个词汇就是printf 第二个是大括号 不是 原括号 第三个是 四串%d 第四个是豆号 第五个是30 第六个是 原括号 OK 那 你的程式必须要能够把这种一段一段的东西切出来 那再交给 交给那个剖析器去剖析 好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词汇扫描器 其实 我们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然后呢 只做扫描 那扫描完之后就把一个一个的词汇输出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已经有一个函数叫做Nest Token 就取得下一个词汇 那我就很简单了 我就只要一直呼叫这个Nest Token 然后就把它印出来就好 好 那但是通常呢 这个取得下一个词汇一开始我们会先取得一个字 字圆 然后进去让它判断 所以会一开始先取一个C 第一个字 好 那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学过正规表达式 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程式设计领域很重要 那正规表达式它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处理很多字串 那比如说你要从网页里面抽出某一块 用正规表达式就超好用 那正规表达式是什么 比如说我讲从一个网页或一个文章里面 我抽出电话的那些字串 我要怎么抽呢 那我就可以写一个正规表达式很容易的抽出来 电话就是0到9对不对 然后呢 总共几吗 总共以台湾而言可能就手机的话就是10码 手机的话就是10码 那如果试画的话呢可能就是5码以上6码 通常6码以上 那所以你就可以写0到9 然后后面括号6到10 就是6到10码 5码或空格 好 那 我们要做 扫描器其实不难 像 我只要把 next token这个函数写好 基本上扫描器就做出来了 因为 刚刚我们看到这边最重要的就只有这个 next token函数 那我这边写了一个演算法 那我这边写了一个演算法 首先呢 你先建立那个token 那是空的token 那如果呢 这个字呢 是0到9的话 就一直取掉那个接下来的0到9的数字 然后一直把它放到token里面 那 所以这样取得出来的东西就一个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它是a到z或a到z或底线的话呢 那代表它是一个变数名称 或者是关键字 那变数名称我就一直取 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一直取 然后呢 取到不是这些为止 那如果是 接下来取完它可能是变数名称 也可能是像if 或for 或while 这种关键字 那碰到关键字的时候呢 你最好去判断一下它是关键字 所以把它做特殊的标记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那些符号 符号像在c元里面大部分都是运算 ok 那所以如果是 加减乘除大于等于小于 不等于这些符号的话呢 ok 那就取得那个符号 其实应该还有大瓜 好 好 好 那但是因为我后面还有处理 就是 啊 这边之所以要处理这一段是因为 啊 他可能有加加 有减减 或有加等于 和减等于 那个我当成一个符号 不是当成两个符号 如果你加等于或加加当成两个符号 你写剖析器会很麻烦 好 那最后呢 如果都不是的话呢 那就是单一字圆 我把它当成单一字圆来处理 最后就传回去 你的词汇和它的标记 这样就好 好 但是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方法 像 最强的一种方法叫做LR LRK 这种方法 K就是往前看K 那LRK大概是目前看到最强的方法 但是它并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有很多编译器其实不用LRK 很多编译器宁可采用递回下降法 像GCC就是 OK 好 那递回下降法它的做法呢 就是把EBNF 就是直接实做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A等于BB或CC 那这个规则呢 这个规则呢 我就可以用If is next B 如果下一个是B的话 那我就把B取掉 然后开始剖析这个B 那我现在这一个整个函数是代表A的 A的剖析函数 好 那同样的如果是这个回圈的状况 我就画有Is next B 就取得 next B 然后接下来再剖CB 那这个我们上礼拜 其实那个范例里面就有这一段 所以各位应该会清楚 那接下来呢 地位下降举个例子 就像ESB等于Item 然后呢加减乘除Item问号 这问号是指说0次或一次 那所以呢 我就pass ESP 然后先push node ESP 这个我们上礼拜没做 我们上礼拜没有push 我们直接pass 那passItem就对应到这个Item 那if is next加减乘除呢 就是对应到这个 那再passItem就对应到这个 那问号怎么实作 问号就是用if 如果他下一个就没有这个的话 他就不会pass 就不会剖析了 那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剖析一次 如果我用if 他就最多只剖析一次 如果我用if 他就其实是在死做星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C0语言的剖析器要怎么写 那我要对应他的语法 那首先呢 我这个是用物件导向的方法示范的 我写一个叫C0push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堆叠 有档案 有token 有资源 那这些是必要的结构 那接下来我写一个pass函数 可以把file name 这是某个档名 档名进来之后呢 我把那个档案开启 档案开启 然后开始做剖析 重要的是这个pass program 就是最上层的那一个 最上层的那一个语法叫PROG 所以就写pass PROG 开始真正剖析 那这个gain next token 就是利用刚刚的next token去取 那接下来isnext 这些跟我们上礼拜所做的都是类似的 那只有push node的这些没有 因为我们上礼拜没有用堆叠 接着这礼拜 我们待会可以用堆叠来试试看 你会发现简单很多 好 那ok 好的 还有后面 不小心跳到最后 好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剖析规则 我pass一个program的时候呢 因为一个program是一个based list 就是这条规则 所以我就pass program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pass base list 那根据这个第二条规则呢 bass list是一串的base 所以我就用wire回圈去pass base ok 好 那 ok 那如果base又是for或statement 所以我就用用那个pass 如果下一个是for我就pass for 否则的话就pass statement 那statement后面有跟分号 所以这个分号也要取掉 那for呢又等于这样的语法 所以我们就即使对的很容易对 只要是终端的节点我就用next 只要是这个非终端节点我就用pass statement 或pass condition这样子就可以 那这样子对起来 那就像上礼拜我们写的地回下降 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跟那个是一样 好 只是语言不同而已 好 那这个block 就是括号 在base list 在括号 ok 那这个esb呢就是 就是item 然后呢再加减乘除 然后再item ok 好 那condition呢就是esb 在这个运算式 在esb 那item呢 就等于id 所以我就直接取id 或取number就可以 好 这样 剖析出来的结构 不知道上礼拜的程式各位有没有看清楚 它其实是一个从最上面开始长的一棵树 那它会往下往下 然后呢 去取得 取得你的token 然后最后呢 我们上礼拜的程式没有建树 那如果你建树的话 它会这样子往下一直把整棵树建出来 建树了 但是中间呢 我们上礼拜也没有用堆叠 但是 其实如果用堆叠的话 会 会比较好处理 我们今天有空可以用了堆叠来试试看 好 那最后呢 剖析完了 就是我们上礼拜做的那个剖析器的动作做完之后 我们就来 要开始来做语意分析 那语意分析主要是确定每个节点的形态是相容的 有相容那做适当的转换 那这样子会输出一个有语意标记的语法术 叫做语意术 好 那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语法术 它基本上没有形态标记 那我把它加上红色的这些语意标记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语意术 OK 那有时候语法术到语意术之间的转换 其实有可能会结构不太相同 那现在大部分都只见语意术不见语法术 好 那为什么要做语意分析呢 我们的这边来看一个例子 假如A是5 是整数形态 C也是整数形态 但是B是资源形态 而且它是阵列 好 那这时候我写C等于A乘B 这样子编译可以过 如果你用C元来写 你一定会发现它不能过 对不对 因为这个形态不相容 一个是整数 另外一个是字元的阵列 所以它没有办法相容 但是C元有些变异器还真的可以过 因为它把这个字元阵列当成一个指标 指标跟它做运算 有些编译期还真的可以过 要看你编译期写的怎么样 那所以要做语意分析的原因在这里 这些形态不相容的要抓出来 好 接下来呢 中间码产生 那就是余异数建立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整棵树 然后一直一样在地回展开下去 然后去把所有的中间码产生出来 那举个例子 像这里 OK 这个上等于0 所以我这边翻译成中间码也很简单 就是等于0上 那for i等于1 i等于10 i++ 这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我for i等于1 所以我要先翻成等于1i 把i设成1 然后呢 接下来这整区块 翻译成CMPi10 就是把i跟10做比较 那如果呢 如果结果比较的结果是大于 就跳到for的结束点 OK 结束标记 那如果不是大于的话 就会继续做 做什么呢 就是把上跟i加起来 然后放到T0 再把T0指定给上 这样就等于做完上等于上加i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呢 要做i++ 所以他用加i1i 就是把i加1 再放为i 所以这是i++的动作 那最后呢 他又跳回for0 继续整个尾圈 那最后ret上呢 他就ret上就好 那所以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组合语言 因为他都这样运算 然后呢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所以他很像组合语言 但是他又不是组合语言 他是一种抽象的假的组合语言 那跟电脑机器没有关系 那各位从这里应该可以看一个 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 这个中间码跟组合语言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除了符号不同以外 他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他没有暂存器的概念 他没有暂存器的概念 你在这边没有看到任何暂存器 但是呢 有一个像T0是不是暂存器 不是 他是临时变数 你可以从T0一直编到T1都可以 所以他没有限制 暂存器有限制 暂存器像CPU0就只有16个暂存器 所以你不能用超过这16个 那但是呢 那临时变数没有这个限制 临时变数你爱几个就几个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要把这一个程式转换成中间码 而且这个程式已经剖析完成了 变成经过你的地回下降剖析的时候 一边剖析就可以一边产生 那或者是你已经把I载入到R2 那再把R1和R2加起来放到R3 R1是谁 R1是上 R2是I 所以R1和R2加起来就是上加I的结果放到R3 OK 上加I的结果放到R3 然后再把R3存到T0 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动作 你会发现这里一个指令对应到这边要四个指令 所以在产生机器码如果产生的不好会很弄长 但是如果你稍微做一下暂存器配置的最佳化之后 他其实这边会跟这边差不多 好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这是中间码 那这是完全没有最佳化的组合语言 你会发现这一行指令呢就等于0上呢就变成两行 因为他要把0先载入到R1再把R1储存到上 所以这个一行指令会变成两行 等一下你会看到更浪费的 像比如说这一行指令加上IT0 他就变成四行就是刚刚的那种四行 这四行 好那像这个CMP是比较简单两行 CMP是三行转成三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程式有点长 虽然我的中间码感觉稀稀疏疏的 但是这边就很密 好那这是中间码转换成组合语言 完全没有最佳化的时候的状况 那如果我今天用这种完全没有最佳化的方法 去改写中间码 去转换成组合语言 那就很简单了 我就是每次都把它载入 第一个变数就载入R1 第二个变数就载入到R2 然后接下来加起来最后再把结果 结果放在R3 然后再存回去 存回去目标变数就好 这样子像加减乘除一个指令 就会产生四个组合原子令 一个虚拟码的指令 就会产生四个组合原子令 那等于就会产生两个 CMP就会产生三个 那跳跃的话呢 就一个就可以 那R1 ET 就产生两个 OK 好 那 有的话呢 OK 就 就跟刚刚很像 很简单 如果是条件的话呢 就要去产生这种比较指令 然后如果是加减乘除 那就去产生加减乘除的指令 那接下来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直接把数字传回来 变数直接把变数传回来就好 好 那最后呢 你要产生中间嘛 那我们这边是呼叫Pcode Pcode 这个函数 它其实只是帮你印到档案去而已 所以Pcode会帮你印到档案去 那所以如果它的标记 有标记 就会前面加上标记 然后两点 输出到组合原的 如果没有标记呢 就直接输出就好 好 那组合原 中间嘛 一旦产生之后 就可以产生组合原 这时候你必须要考虑暂存器 举个例子 你加上i T0 这代表说T0等于上加i 那T0等于上加i这个东西呢 我要产生组合原嘛 假如这些变数都还没有在暂存器里面 那你就必须要配置暂存器 配置暂存器的方法 像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从R1开始配置 然后再用R2R3这样一路下来 所以这样通常不会不够 那比如说我把上载录到R1 把i载录到R2 那再把把R1和R2加起来放到R3 R1是谁 R1是上 R2是i 所以R1和R2加起来 就是上加i的结果放到R3 OK 上加i的结果放到R3 然后再把R3存到T0 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动作 你会发现这里一个指令 对应到这边要四个指令 所以在产生机器嘛 如果产生的不好会很农场 但是如果你稍微做一下暂存器配置的最佳化之后 他其实这边会跟这边差不多 好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中间码 那这是完全没有最佳化的组合语言 你会发现这一行指令呢 就等于0上呢就变成两行 因为他要把0先载入到R1 再把R1呢储存到上 所以这个一行指令会变成两行 等一下你会看到更浪费的 像比如说这一行指令加上IT0 它就变成四行 就是刚刚的那种四行 这四行 好那像这个CMP是比较简单两行 CMP是三行 转成三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程式有点长 虽然我的中间码感觉稀稀疏疏的 但是这边就很密 好那这是中间码转换成组合语言 完全没有最佳化的时候的状况 那如果我今天用这种完全没有最佳化的方法 去改写中间码 去转换成组合语言 那就很简单了 我就是每次都把它载入 第一个变数就载入R1 第二个变数就载入到R2 然后呢 接下来加起来最后再把结果 结果放在R3 然后再存回去 存回去目标变数就好 这样子像加减乘除一个指令 就会产生四个组合原指令 一个虚拟码的指令 就会产生四个组合原指令 那等于就会产生两个 CMP就会产生三个 那跳跃的话呢 就一个就可以 那RETE呢 就产生两个 OK 好 那 有时候你做指令的动作 如果是 比如说你载入数字 那载入数字 因为像 像那个CPU0里面 并没有 并没有直接对立即值载入 所以 如果没有立即值载入 你就要分配变数 但是如果有立即值载入 你就可以用立即值载入的方式 载入数字 但是你要看数字的范围 如果范围不对的话 也不能用这种 立即值载入的指令 因为它 会爆掉 所以在做这种改写的时候 要小心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指令呢 如果转换成 没有最佳化的组合员 会变四个指令 但是呢 如果 这时候上已经在R1 I已经在R2 T0对应到R3的时候 它就只要 做一个指令就可以 所以这边一个指令 对应到一个指令 没有浪费 但是一个指令 对应到四个指令 就很浪费 好 那最佳化不只可以做这种最佳化 对回圈那些也可以做最佳化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 有最佳化跟没最佳化的版本 这个是中间码 中间码 好 那这边呢 是完全没有最佳化的版本 你就会看到它指令很多很密 那有最佳化的版本 就是这个有最佳化只是 是针对暂存器做最佳化而已 没有做回圈那些的最佳化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最佳化的版本 一开始呢 反而指令变得比它多 为什么 它一开始把那些暂存器都配置好 把变数载入 OK 所以反而指令变多了 但是到这边它就很省力 这边它就很省力 这边做的事情就很少 那最后 最后是差不多 所以这一块省掉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块多了 这样真的有好处吗 我告诉各位 它其实有蛮大的好处 为什么有蛮大的好处呢 蛮大的好处原因是 你看这里是falling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jump到falling 那这一块 这一块会执行几次 以这个程式而言会执行十次 那如果你写i小于100的话 它执行100次 那这个执行100次 那这个执行100次速度 跟这个比起来 大概整体速度就会差了三倍左右 因为这个指令数大概是它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这个有最佳化版本 执行起来的速度就会比这个快三倍 所以最佳化的还是比较好 那你会说它这里多了不是 为什么不算 因为这个100次这个才一次啊 所以这个根本就可以忽略 这个是100次的 所以最佳化之后 通常会有速度上的好处 还有程式码上的空间大小 可以降低的好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编译器 GCC大概是我们这个课程一直在用的编译器 那它的方法是把C元呢 经过剖析之后产生一种叫Generic的语法术 那接下来呢 它再去产生Gimple这种中间 然后经过语力分析之后 它会产生RTL这中间 请注意它有两层中间 然后再经过最佳化之后再产生组合元 OK 好所以呢 Gnu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GCC变译器 像它还有一个G++ 可以用来编译C++ 所以你的DevC++里面 其实也有挂一个G++ 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另外它还有像GCJ GCJ是用来剖析Java程式 那有一整套 Gnu有一整套 各种语言几乎都有 好 那这是中间的波西数 然后中间码 第二层中间码再组合语言 OK 好 那GCC变译器的中间码格式 就是这个是C1元的部分 转换成Generic 类似像这样 它其实看起来差不多 那转换跟Gimple就是真正 我们看到刚刚的那种中间码 比较像 那它会是三元组的 好 那Gimple再转换成RTL 这个RTL就很复杂 它是一个LISP的结构 很像LISP的结构 那它是一个树状 而且它里面有形态 那哪一种东西要放在暂存器 哪一种是不用暂存器的 它都有规定 那代号啊之类的 它都有规定 那你可以把RTL简化之后 会看到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它只不过是在讲说B 然后呢 它有代号有形态 然后呢 等于A-E 其实就是这一个加上了形态 好 那你可以要求GCC编译器去输出RTL中间码 待会我们可以这样试试看 那你会看到它产生出来的一个叫 上点C.01.RTL这样的中间码 用DR的参数 那你会看到像这样一个程式 产生出来RTL中间码 很长哦 中间都省略掉了 很长 好 那GCC呢 它有做最佳化 所以呢 像这样一个程式呢 如果我不做最佳化 不做最佳化 我就是编译的时候 我用O0 O0的参数去编译 它就不做最佳化 那你会看到它这么长 但是呢 如果我用O3就是第三层最强的最佳化 它就变这么短 OK 那这个是我故意写一些 像这两个不太可能写在同一个程式里面 因为要重复 重复了 它故意要测试它最佳化 有没有最佳化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很短 好 那所以呢 这是我们编译器的整个过程 大致上我们把它分成六大阶段 那这每一阶段的功能 期末考都会考 那我们也甚至会给一个范例 请你把它的语法术与语术中间 把组合语言通通都写出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会 那接下来就 我们先看完这部分 那等一下呢 我们来先实作用GCC实作一下 然后再回到那个剖析器和真正写程式的部分 说明一个老虚子 再次入口 那边 模糊 这一阶段 这一阶段 要见 这边 这么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